周日回花蓮跑行程 国民党团总召傅昆奇对乡亲挂保证 能带动东台湾连外交通的 花东交通建设三项特别条例一定会过 甚至给出时间表 但别说其他两党有疑虑 来内部也有杂音 我们没有深入的讨论这三个案子 党团成员都希望说 这些重要的案子 党团能够在大党大会 有机会让大家播出一件 起码有一点良心的栏尾 都应该知道 不应该这样通过 我想请问一下 桃源的立委台中的立委 你上任之后 你第一个案件 就是为了去争取 傅昆奇选区里头的两兆三案 那你自己的选区呢 你怎么对你的选民交代 绿营喊话 来营的区域立委 别跟着自家党团总招 把本该建设自己选区的预算 给分走了 而即便法案顺利三读 能不能执行也是问题 主机处表态 两兆真的太多 举债都负担不起 花东三案两兆的这个法案 又要通过 那你主机长编得出来吗 对我们在中央总预算的筹编 是有困难的 因为我们目前初步 大家114年 大家报的一个 大概是有三兆2000多亿的一个概算 难道那个筹编有困难 难道要举债吗 举债也没有办法 因为举债它有限制 它有限制是 那个总预算加特别预算 流量是15% 所以连举债也没有办法处理 连举债也都没办法处理 连举债都没有办法处理 新国会以来 南云在重大议案 始终团结对外 但花东三案 有关资源分配跟区域发展 光是党团内不沟通 就有变数 执政团队则已不变来应万变 明镜新闻综合报道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在自选餐当中 加入民事新闻台 为您带来最及时 最正确的新闻内容